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今天唐糖给大家分享的是,稍白开水也有讲究,如果不注意这三点,当心喝出一身病。 有关喝水的内容大家都看了不少,像是喝水的最佳时间,什么水喝了对身体好,什么水最好不要喝,一天要喝多少水,喝热水还是喝凉水等等。 今天,唐糖就给大家带来了总结好的内容,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烧水有讲究,清晨第一壶水放5到10分钟再使用。 我们都知道,水管很容易伸出铁锈,同时,经过一夜的闲置,管道中也可能会产生死水,这些水和金属管壁及水龙头金属枪式会产生水化反应,对水造成污染。 此外,自来水中残留的微生物也会繁殖起来,同时产生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菌,菌团菌。 因此,为了保证水质,我们可以每天早上用水前,先把水龙头打开放水5到10分钟。 当然,为了避免浪费,我们可以把这部分水用来出马桶,清洗厕所。 接好水放一放,待氯气挥发后再使用。 接出来的水不要急着烧,先把它放置一会儿,让自来水里的氯气自然挥发后再开始烧水。 烧水容器很重要,剩用铝锅、铁锅烧水。 水的品质和烧水的容器也是紧密相关的。 当我们用铝锅、铁锅烧水时,水里的硝酸盐会和铝或铁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亚硝酸盐,无异于人体健康。 烧水时间不是越长越好。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烧水时间越久越好,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长时间沸腾的水,里面非挥发性的铅、铁、身、拱等有害物质和亚硝酸盐,意味水的蒸发而浓缩,其含量也会相对增高。 喝了这样的水反而对身体有害。 水烧开后等三分钟再关火。 家里的自来水为了清除微生物质类的杂质,都是经过氯化处理的。 但与此同时,氯也会与水中残留的有机物相互作用, 产生三氯甲碗、四氯化碳等新的有害化合物。 这个时候,如果等它沸腾三分钟再关火,就可以使其中的有害化合物减少了。 水快开时,打开弧盖。 水中的有机污染物有许多,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些物质是挥发性的, 也就是说在加热过程中,它们会随水蒸汽一同挥发。 所以,在水快烧开,水温差不多80摄氏度到90摄氏度时, 我们可以把弧盖给打开,这样最大限度的, 让一些有害物质随着水蒸汽一起挥发出去。 哪种水最健康? 白开水。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饮用的都为白开水。 白开水就是自来水煮沸而来的。 美国有研究发现,白开水冷却到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时, 氯含量最少。 水的表面张力、密度、粘质度等, 力化特性都会发生变化。 水的生物活性也会有所增加, 能促进机体形成代谢,增加免疫功能, 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习惯喝白开水的人, 体内脱轻酶活性高, 肌肉内乳酸堆积少, 不容易产生疲劳感。 因此,从科学角度看, 白开水是最符合人体需要的饮用水。 当然,从经济角度来看, 白开水也是最实惠方便的啦。 纯净水。 有些家庭习惯使用的桶装水即为纯净水。 纯净水就是用符合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的水为原料, 再通过一系列如离子交换、 反渗透、蒸馏等工艺制作而成的。 由于经过诸多工艺, 纯净水的离子含量、 水的硬毒都会偏低, 沉弱酸性。 氯化物、硫酸盐及 红量元素钙、 鎂等均降值及低水平。 一些有毒和有益元素 及其化合物也大幅度降低。 于是,就洁净程度而言, 纯净水会比其他饮用水安全。 只是, 如果长期饮用纯净水, 也可能会造成我们体内矿物元素的缺乏, 从而对健康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矿泉水 矿泉水顾名思义, 它与纯净水相反, 自身含有丰富的矿物元素。 这是由于它作为地下水, 在长时间的浸流途中, 充分溶解了地下岩层中 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的微量元素。 同时, 它的形成是一种纯天然的地质作用过程, 使另外两类水无法比拟的。 矿泉水热量低, 纯净卫生, 矿物元素丰富, 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不少家庭的日常饮品。 一天最佳饮水时间表 第一杯水, 人体在前一晚的休息中, 大约会排出450毫升水。 于是, 早起后一杯水不仅可以尽快补充人体所需水分, 还可以稀释血液, 防止血液过于粘稠。 同时, 也具有轻肠胃的功效, 帮助肝脏及肾脏解毒, 有效预防便秘。 第二杯水, 早上8点半左右, 开启一天的工作前, 先喝一杯水, 有助于降低血糖浓度, 让头脑保持清醒和高效。 第三杯水, 上午11点左右, 在午餐前半小时别忘了喝水。 通常情况下, 饮水20到30分钟后, 这些水分通过消化道吸收进入血液中, 有助于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第四杯水, 下午1点左右。 午餐后大概1小时, 食物消化基本完成, 就可以再补充一杯水分咯。 第五杯水, 下午3点左右。 下午3点左右, 是我们一天中身体最为疲惫的时刻, 此刻提醒自己喝杯水, 能够改善大脑供养, 让人恢复精力和体力。 第六杯水, 下午5点半左右。 晚餐前可以喝一杯水, 既能给肠胃及时补充水分, 也造成一些饱腹感, 有效避免晚餐使用锅料。 想要瘦身减肥的朋友们, 不妨试试在饭前喝上一杯水。 第七杯水, 晚8点左右。 这时正是星辰代谢的高峰期, 夜晚休息消遣的时候, 可以喝上一杯水, 促进食物的消化。 第八杯水, 晚9点左右。 睡前可以适量给身体补充一点水分, 喝上一小杯温水, 有助于夜间更好的入睡。 每天坚持这样, 皮肤状态也会得到改善的。 糖烫坚持了一段时间, 确实有效哦。 但睡前不建议大量喝水, 否则容易造成肾体水肿, 也会带来夜晚平凡起夜如厕的困扰。 注意事项, 喝水不是越多越好, 喝水不是越多越好, 也不是任何人都适合一天喝八杯水的。 例如, 肾结实患者需要多喝水, 而肾衰竭的患者则要少喝水。 我们要依据自身情况做出相应调整, 适量饮水。 要知道, 喝太多水也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哦。 不能暴饮, 小口慢饮。 我们经常会提到不能暴饮暴食, 足以证明饮水和吃饭一样不能暴饮, 最好的饮水方法还是少量多次, 小口慢饮。 隔夜的开水最好别喝, 不仅是隔夜的茶不要喝, 隔夜的水最好也不要再饮用哟。 这主要是因为开水放置久了, 水中的细菌和微生物繁殖较快。 尤其是夏季温度较高时, 暴露在空气中的白开水极易受到污染。 建议大家隔夜水尽量不喝或少喝。 要喝也需将烧开的水放在密闭容器中保存。 桶装水也应在三四天内喝完。 有时候, 家里会购买桶装水作为日常饮用水。 但是要注意, 即使这些桶装水看上去密封不错, 也要在三四天内喝完。 不然打开时间久了, 细菌也是会顺着进水口溜进去的。 喝水这件事看似平平无奇, 实际上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大家一定要记得每天多喝点热水, 千万别等到口渴了, 再去倒水喝。 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